文体部分家 咱们说完了全域 再来关心一下春晚 昨天晚上 2014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官方微博发布了语言类 节目创作的四字方针 是 真亲小乐 这四个字 说实话挺惊琢磨的 那究竟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什么样的想法呢 要是满年春晚剧组 在微博上给大家会做了详细的解释 首先了 我们来说这个真 真就是真诚 以真诚的态度创作 以真诚的作品打动观众 这个亲呢 就是亲切亲民呗 贴近群众 贴近民生 贴近时代 那再来解释一下小吧 小就是以小见大 小故事欧哥大时代 小人物演绎大社会 乐就是欢乐呗 高兴呗 这乐永远是语言类节目的根本 对吧 从这四个字方针来看 处处都散发这三个字 接地气 也就是说央视马年春晚的 语言类节目要想过审 首先叫符合 亲民接地气的条件 对要是大家真乐 这个是必须的 冯小刚导演就举了 他比较满意的例子 他特别推崇 就是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那会儿 马记跟江坤的相声 比如说马记的宇宙牌香烟 江坤的虎口脱鞋 虎口狭响 还有就是那个 电梯风波等等吧 就是他认为 这个才是真正的 针边识别 贴近生活的好作品 宇宙牌香烟 历史悠久 深受广大 顾客还迎啊 这很多观众都说呢 长久以来春晚语言类节目 已经呈现出下滑的趋势 人们觉得很多作品 要么就娇柔造作 要么就刻意勾割 反正就是有点离谱 离现实太远 离真实太远 其实这种远离 既是一种回避 也是一种损失 因为不关注现实的话 作品哪来的力量呢 所以说冯小刚给春晚定调 说要贴近百姓 紧贴地气 既然是原类节目 既然人们希望原类节目 能够带来效果 欢笑的笑 那么原类节目 就必须要关注现实 就必然带有批评跟批判 而且人们其实之所以 喜欢原类的节目 能够将现实生活当中的 痛感跟无奈带入 而且还可以以嘲笑 和讽刺的方式进行调侃 那这样一来 人们心目当中的郁闷 才可以得到释放 人们内心表达的冲动 才可以得到满足 人们才能够真正的灰心一笑 是嘞 这原类节目 历届春晚的重中之重 现在四字方针已经公布了 那么参与春晚创造的编剧们 又是如何理解和看待 这个风格的呢 还有这个春晚剧组 提到的这个讽刺题材作品 大伙又是怎么看的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连线一下自己人 电话连线一下 本山的运用编剧尹齐 听一听他的说法 尹齐 主持人好 我也今天也是刚从网上 知道这个事 前两天我们跟赵老师开会的时候 没具体聊起这个方针 但是主要聊的还是 创作方向和选题 但是我觉得冯导今年还是要干预生活嘛 走这个 从小事出发 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赵老师一贯的 这个作品的方针是一样的 而且今年可能有一些作品呢 会有一些讽刺的题材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原来一直来说小品和相声的魅力吧 仿次也是为了弘扬美的一面 我觉得是角度不同 但是我觉得还是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事要小 要真实 要有地气 要跟这个老百姓生活仅仅的是人一在一块儿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全市题材还是农村题材 我觉得今年的春 应该在这方面应该是还是很好看 然后我现在也在紧张的去筹备这方面的题材 赶紧选词啊 然后做一些准备工作吧 可能具体装作得12分左右开始 基本就是这样 好